节目到尾声就这么说 没有了王家驱的Beyond 从来自从王家驱走了之后 其他三位成员是没有办法开创另一个新天地 因为家驱的影响力 他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永远都在岳迷的心里面 但是其他三位谋理 因为世荣这么长情 另外那两位家强尤其是现在吃披荆斩击的哥哥 不能再吃了这么多年 吃Beyond 现在要靠他自己 又是靠什么呢 靠和老婆放闪 这些八婆有什么在做 否则就回家和你评论一下 我看他应该是疼他的女儿 疼他的女儿 疼他的老婆 但是这样 你说做大事 作什么好歌 作什么阿玛尼 灰色鬼迹那些 不轮到他 说什么 海阔天空 你的心胸窄过八婆 这句我说 我家的 好了 好了 接着Beyond 他们反目 令歌迷心痛 歌迷就说 家驱在天之灵 都心痛 他说Beyond的精神 没有好好地承传下去 令歌迷心痛 Beyond的戴给歌迷是一种博爱 在进取奋斗和坚强的精神 这个不是代表Beyond 这个是代表 王家驱还在Beyond 在世的时候的Beyond 如果PostBeyond 即是在后现代主义的Beyond 即是王家驱已经离世的时候 那个Beyond已经变了质 所以你不要对Beyond有什么期望 如果要怀念的 就只有怀念 仍然是有王家驱的 Beyond 其他那些 你也想起了试纸 那些 娱乐半世纪 经典又贴地 因为我很努力 一次过Collection 你不用去哪里 在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一次过看好很多 关于Beyond 这个队伍 各人的资料 最新的近况都会说 还有娱乐半世纪 即是他们以前的 恩恩怨怨 都会说给大家听 一些小为人知 冥婚 世榮搞冥婚 应该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好 Thank you 我现在回到这个 好了 讲他们什么恩怨 话说 这个王冠宗 王冠宗和王家强 有牙齿印 据悉是当时 他们在微博开马战 香港的传媒 亦都称之为 杜火线是哪位 当然是他老婆 王冠宗的老婆 哪位 朱欣 据悉 当时王冠宗和朱欣 交往的时候 去到外国度假 结果行踪被牵涉 牵涉 当时朱欣拍到 穿三点色泳装 报道还指他的身材 是走了 然后朱欣就斥责 其实就是王家强爆料 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可能他老公不妥王家强 然后叫他老婆在那里 骂他 又或者王家强 那么坏 就特意放料 给一些记者 不知道 但是他两个吵架 就是因为朱欣 导致王冠宗和王家强 反目 不过王家强 就不认 后来朱欣 亦谈及 因为他是基督徒 和蔡少婚 那些 当朱欣谈及到 婚前性行为的讨论的时候 王家强 就笑王冠宗是处男 因此再度令朱欣不满 事后加强回应 没有想过这个笑话会令他这么大反应 两件事令朱欣非常不满 就替王冠宗不值 前Beyond经理人发表了 Beyond30周年意义的长微博 力挺王冠宗 之后王冠宗转发了微博 并且翻出旧帐指责王家强 他说对这个记者分别联系了Beyond三位成员 王家强表示暂时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当时王冠宗也没有再回复记者 只有世荣通过经理人表示自己跟他们没有矛盾 当时也罵得很大 为什么呢? 他剩下这两个王家强和王冠宗 好像八婆一样 有歌你又不作 又不见你有什么作品 多年王家强离开之后 去死吧 你两个 接着是2005年 这三个人 最后一次Beyond明意开的演唱会 王冠宗和家强又闹意见 他自从三年没有联络过Beyond正式解散 在2008年的时候 王家强又举行一个别了家驱十五载 海阔天空音乐会 又是吃他的歌老板 Paul和世荣最后都有上台 当时的气氛都上可以 不过想不到 就是Paul之后有旧事重提 他说明眼人都记得五年前唱的 我和世荣在后台只获派两首歌 多心痛 我和世荣很生气 那时候是纪念家驱的 其实只是你换少三四件漂亮的衣服 我们都可以多唱几首 这个王冠宗是八婆 人家多穿几首衣服 接着你就介意人家更换多衣服 接着又不能再唱几首歌 那不用那些小小的东西都拿出来说 八婆 接着他说这个你 的矛头是指家强 好了当然 家强待会告诉你为什么 他也免得理解你 好了 对于这件事很多Beyond的铁粉都非常无奈 他很惹王家驱心痛 几十年的兄弟情 因为这么小的事情 就在说你王冠宗 对不对 接着他说Beyond本身就是给正能量人家 但是你为了这么小的事情 哎真是 说什么海阔天空 你的心空窄个八婆 对不对 这句我说 我加的 好了 好了 接着Beyond 他们反目 令到歌迷心痛 那些歌迷就说 哎呀 家驱在天之灵 都心痛 他说Beyond的精神 没有好好地承传下去 令到歌迷心痛 Beyond的歌迷 带给歌迷是一种博爱 进取奋斗 和坚强的精神 这个不是代表Beyond 这个是代表王家驱 还在Beyond 在世的时候的Beyond 如果PostBeyond 即是在后现代主义的Beyond 即是王家驱已经离世的时候 那个Beyond已经变了质 所以你不要对Beyond有什么期望 如果要怀念的 就只有怀念 仍然是有王家驱的Beyond 其他那些 就是 就是想到试纸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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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希望 不要他们再吵架 令到歌迷失望 是的 另外 就是这个 就是 他们最后都是宣布解散 另外一次 罵战 也是一个记者会上面 加串 一名记者上传和王家驱的一张合照 由于王冠宗和那个记者有私怨 不仅留言 就骂那个记者是毒人 这个是王冠宗 这个是八婆骂的 并且说王家驱和这个记者是一伙人 接着王家驱就留言说 他说 当兄弟就不要这样说 做兄弟 他说 说什么人家毒人一伙 令到人家听到 很伤心 两个人的罵战 又影响网民的关注 王冠宗也在微博 控诉王家驱 经常用他哥哥的发梦 讲故事去抹黑他 王家驱口中的飞机上 不让女孩拳打 助理等恶行都是只虚乌有的 王冠宗和王家驱的罵战 完全觉得很收家 你失礼死人 失礼死王家驱 世荣看到这一场大战 但是一路都是 当然不连身 大佬 两个八婆 说饱去 哈哈哈哈 但是他依然 周旋两个人之间 他说 连自己的婚礼 都没有邀请到 王冠宗和王家驱 两兄弟 可见他们 对这个兄弟反目 心里面有多大的阴影 究竟谁是谁非 当事人心里有数 另外世荣在围奴音乐会 无论是自己的演唱或是纪念的王家驱 世荣也是选择王冠宗的 选择刘志远 都不选择家强 知道他站在哪一边 哪个朋友 是很快 家强 虽然他工作量近年 就不太多 但是有传他当年 就拿了一大笔的保险金 保险金 之后他就拿了保险金去投资 他过身后有保险金 给回家人 因为 名父其实现在已经是富豪 就不用怎么为生活 为斗米折腰 今年的三月有报导指 王家强放售何文田上康园单位过千尺 连车位2720万成功逆手 据知在2006年 他以公司名义1165万 扣入以上单位 差不多持货15年 账面赚了15万 投资有道的王家强 除了拥有千万何文田物业 还有投资不少的厂下 写字楼单位作为收租 亦有收藏名车 跟他日籍旅友结婚 并且生了两个儿子 一家生活都无忧 好了 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 就是这样 Syria 多谢Syria OK 节目到尾声 就这么说 没有了王家区的Beyond 从来自从王家区走了之后 其他三位成员是没有办法开创另一个新天地的 因为家区的影响力 他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永远都在岳迷的心里面 但是其他三位谋理 好了 我少说世荣 因为世荣这么长情 另外那两位 家强尤其是现在吃这个披荆斩击的哥哥 他不能再吃了这么多年 吃Beyond 那现在要靠他自己了 那又是靠什么呢 靠和老婆放闪 对不对 这八婆有什么要做 哈哈哈哈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回家和你们评论一下 但我看他应该是疼他的女儿的 疼他的女儿 疼他的老婆 但是这样 你说做大事 做什么好歌 做什么阿曼妮 灰色鬼绩那些 就不轮到他了 对不对 那么留他 陪着他老婆 你去披荆斩击那里 上去做小丑那些 被人拉长你的面 改P图 2.0 3.0 继续赚这些钱 不是怎么样 对不对 继续跟他老婆 到街市买菜 拍照 帮上微信 疏疏疏疏 是这样 是这样 如果黄家驱还在 你Beyond 都未必一定会上去 除非你解散 但我相信黄家驱在 是不会上去上面的 好吗 多谢各位 Beyond的黄家驱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好 OK 今晚就是我送给大家的 Beyond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亦都希望你们欣赏我的勤力 看完影片之后 除了在直播那里 帮我按like之外 亦都是帮我 影片完了之后 留个公仔 好吗